请台长最后讲完一句话 你们就明白了 在瑞典有一个奥尔总部 他有这个公司很大 奥尔奥 他这个公司有两千辆停车位 就两千个公司的停车位 他找到的人总是停在最远的地方 远离办公室天天如此 结果记者就去问他们了 你们的车停在那里 是不是固定的车位啊 结果他们说 我们到的比较早 我们有时间可以多点走路 晚到的同事或者会迟到 比较着急 所以让他们停在办公楼的 附近的地方很好 所以大家学会要为别人想 想象一下 学博人要多为别人想 才能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佛心啊 所以学博就是要学会 把人间的烦恼事情拨开 人事物 所有的都是我们的障碍 想穿想明白 彻底开悟 我们才能回归人类之 本性的美德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